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在公開演講當中 再度強調準備跟中國激烈的競爭 美國內部現在很多評論專家認為 美中早就處在一個戰爭狀態 那特別是這一回合美國內部的反中浪潮 還在延燒 包含中國的間諜 應闖美軍的這個軍事基地 都引來了媒體的報導跟反彈 而事實上呢 現任的國防部長奧士丁 這幾天的印太行程也非常重要 首先他再度定調 反對任何力量改變台海的現狀 同時呢 他要強化美日的軍事合作 跟尖端技術的合作 美日聯合抗中的同時 美軍的這個加碼 事實上也是一波又一波 那特別是萬一台灣有事 駐日美軍也可能是第一線要面對處理的 同時圍堵中國的角色當中 印度也非常重要 這回合美印也聯手生產戰機的發動機 這裡頭當然也是一個印太架構的大的戰略 而在這個戰略當中台灣作為晶片的重要生產基地 黃仁勳打包票說非常安全 然而另外一個重要的這一個政治跟經貿的戰略是 台美貿易倡議 這裡頭當然是脫鉤中國 而且呢 這一個走向美國相關的供應鏈 然而行品內部 一方面在國安會議當中定調驚濤駭浪 另外一方面六四江道 所以呢北京的市通橋現在再度控管 而在背後會有哪一些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邀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吳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我剛講拜登有公開的演講 演講的過程一不小心是跌倒了 但是呢 演講的談話內容 仍然是跟中國強烈的競爭 好董老師剛剛看到的是拜登 最新的公開演講 是的 六月一號是美國軍校的畢業日期 那美國的傳統 就是說總統都會去演講 其實我國也是一樣 而且在美國總統在軍校的演講 過去常常是 這個總統藉由這個場合發表 他重要的國家戰略的一個場合 譬如說2002年6月1號的時候 小布希就是在西點軍校演講的 宣布這種先發制人的 這種全新的戰略 那這一次這個拜登 他的講話的重點是 美國正面臨中國跟俄國激烈的競爭 學生們將會面對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世界 那這裡面呢 當然中國是主要的威脅 所以說呢 拜登說 誓言 美國已經準備好 跟這個中國激烈的競爭 而且絕對不會退讓 然後呢 美國拜登也指出 美國在全世界各個區域 跟他的夥伴 跟他的盟邦 跟他的這個 這個 友邦 來全面建立 這種夥伴關係 來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印太區域的話呢 這裡面就包括有四方會談 有這個阿庫斯 有韓國日本等等 來增加對中國的威懾力量 不容改變現狀 然後呢 重申美國對這個烏克蘭的支持 絕對不會改變 不會消失 另外拜登呢 也談到一些非傳統安全的議題裡面 包括氣候的這個變遷 防疫的問題 反恐的問題 等等 本來是一篇這個很重要的演講 可惜他演講完 然後跟每一個畢業生握過手 這個頒發畢業證書 他要回座位的時候呢 被絆倒 被旁邊的沙包絆倒 我仔細看過那個畫面 就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我仔細看過那個畫面 其實第一個 那個是戶外 對 所以這個戶外的這個獎台 他為什麼 你看那個獎台的前面跟後面 都有擺沙包 對 怕風啊 就會被吹掉 所以是壓重的 結果他沒有注意 就摔倒了 對 轉身就摔倒了 拜登上任以來 已經四次跌倒了 哎呀 不過他今年80歲 老先生跌倒要小心 我覺得他很耐摔 就是說他摔了四次 沒有問題 當然其中有一次 好像那個腳掌的那個骨 那小骨頭有骨裂請假三天嘛 跟他的小狗玩 那一次有請假 那這一次馬上摔起來 又坐回去 大家扶好坐回去 媒體有特別觀察 典禮結束的時候 拜登是自己站起來走出去的 所以說表示說 真的沒事 所以我剛剛說80歲了 這樣真的很不容易 80歲真的很不容易 80歲可以好好的公開演講 就很不容易了 還這樣子摔 一般人摔一次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好 那同時呢 這個美國的國防部長 應該在旁邊的 護駕的 可是他現在美國的這個 國防部長奧斯汀 來亞洲參加這個 香格里拉對話嘛 6月1號他先到日本 所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到了日本以後 跟岸田文雄會面 跟日本的防衛大臣 冰田靜衣會面 重申強化美日同盟的 嚇阻跟反應能力 來預防台灣有事的風險嘛 然後當然奧斯汀 在日本的時候呢 就先講了一遍 說他這一次沒有辦法 跟李尚福見面 這個是一個深表遺憾 然後呢他憂慮會有失控 中美兩軍恐怕會有 失控的意外存在 然後第二天就今天 他就到新加坡了嘛 這一次的香格里拉會議 總共有49個國家的 國防部長高級將領 還有智庫代表 600多個人參加 其實是蠻盛大的 我知道我們台灣的智庫 歷年都有去派代表去參加了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 雙邊或多邊的會談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這個會場裡面呢 香格里拉來參加香格里拉 對話的這些人 大家都認為說 中國跟美國之間呢 應該要有溝通的管道 應該要有護欄 不過 一般的預測 會場 這個記者訪問之後的結果 一般的預測 這個中共的國防部長 李尚福來 這次來參加會議 不是來化解緊張的 也不是來跟大家商討說 如何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李尚福這次來是來攻擊 是來批評美國的 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 中美緊張的這個氣氛呢 是籠罩在整個會場裡面的 另外我們昨天不是有談到說 這個習近平最近召開了 第三次的這個國安委會議嗎 現在新聞都出來了 在這個國安委會議裡面 最令外界注意的是什麼 除了習近平講說 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 風高浪急 驚濤駭浪之外呢 這個習近平的這個 國家安全總體觀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內容是包山包海啦 把國家安全放在最高的地位 奇特的是外界注意到 習近平在這個會議裡面 下令監管人工智慧AI 然後呢 要起草這個法令 要求AI產品必須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而且不得包含顛覆國家政權的內容 AI 那這要怎麼辦 我想說他為什麼會刻意要提這個呢 要AI未來能夠自動宣傳習近平思想 這樣的AI 對中國來說 對習近平來說 才是好的AI 可信賴的AI 我想說他為什麼會突然提這個事情 難道跟那個AI大師 黃仁勳在我們台灣有關嗎 他看到了這一點 不過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事情 就是說 中共可以看到中共 對這種網路 科技 AI的這種技術 他其實習近平 他擁有極大的這種憂慮 跟懷疑的心理 好這個階段我們要特別透過 視訊連線跟產經新聞 台北支局長石板明夫先生連線 石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 石板先生先請教你 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奧士丁 這幾天正在展開他的印太的行程 他特別強調捍衛這一個台海反對任何力量改變現狀 但是今天也特別公開再度強調喔 強化美日的軍事合作跟先進技術的合作 你怎麼觀察這一趟印太的戰略 我覺得這已經開始就是說 在後俄乌戰爭時代 美國開始就是重新的怎樣 圍堵中國對外擴張的新的布局的一個一個開始了嘛 就是從廣島峰會之後 現在開始具體的 廣島峰會是首腦見面之後 現在開始具體的和這些就是 國防防衛大臣這個國防部長之間的互相交流 談一些具體的戰略和戰術方面的事情啊 所以說這一點我覺得 在中國看來是屬於來勢洶洶的樣子 而且呢我覺得我特別關注就是 中國現在美國有意向中國伸出橄欖枝 希望和李尚福國防部長見面 但是中國不見面 我覺得這一點呢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中國已經看到了 美國是他的方針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說如果他跟李尚福見面是沒有被沒有溝通的餘地 只是被通知被譴責或者被警告的意思 那像這樣的話呢首先李尚福很沒有面子 然後呢見完之後呢美國對防衛台海的部署還會繼續進行 美國和台灣賣給台灣武器的事情 美國和台灣的共同組織防禦軍事演習 訓練台灣的軍隊這些事情還會按部就班的 而且會越來越擴大聲勢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李尚福和他見面就許自討其辱嘛 你見完面以後你說了半天人家根本不聽你的 而且會對向中國的希望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乾脆自己留一個面子保一個台階 他就說那我李尚福就不跟著我見了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你們當年制裁我嘛 你要取消這個制裁嘛 那麼現在美國馬上就要總統大選了 不可能現在去就是撤銷李尚福的制裁 那以後美國做什麼事情都沒有面子了嘛 所以說呢但是說我們看到美國一定不會撤銷制裁的 那麼李尚福剛剛上任他可能還會做四年五年的國防部長 那麼也就是說意味著今後四五年 中美之間都沒有國防部長級的溝通了 那這個我覺得那麼以後雙方的對立 雙方的在軍事上的對立會更加更加明顯 這今天這次只是一個初步而已 對我們看到前兩天在南海 美中的軍機就差一點插槍走火非常逼近 那當然中國的殲16的軍機是非常的挑釁 可是假設是美中的國防部長 完全不對話的話 那包含了南海台海以及東北亞的局勢 事實上都有可能升高軍事的對立 或者一個不小心插槍走火嗎 這個等於說就是沒有直接對話 那麼只能就變成隔空喊話了嘛 隔空喊話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我覺得就是說過去是中國不停的進行挑釁行為 那麼今後呢美國他的部署都變成了 我不光是接受你的挑釁 我在一定的時候也做一些軍事上的動作來刺激你 然後呢看你怎麼辦 其實中國呢就是表面上看好像氣勢洶洶的 但是真正的跟美國開始做出向中國的軍事挑釁行為的時候 中國其實是非常軟弱的 比如說當年毛澤東時代 70年代的時候美國經常在 美國的軍機經常在台灣海峽附近 有時候就是到中國的領空附近去巡邏 那麼中國就向美國去發出抗議 所以說那個時候的中國的報紙有時候很小 是什麼中國的外交部第358次向美軍嚴正抗議 然後中國外交部第497次 這些報紙天天當國際上當一個笑話 就是有一句話變成中國的最終警告嘛 在中國還是不敢動作的 因為軍事實力相差太大 那麼我想很可能習近平既然他開始走入毛澤東那個好路 就很可能恢復這種情況 那中國還會不停的不停的抗議的方式 那麼按中國現在我覺得中國表面上看著很兇 但是其實是有的時候他們是絕對不敢折對美國的 2017年和2020年中國和印度在邊界上兩次對立 其實都是中國先撤出來的嘛 那麼跟印度他都不敢鬧事 如果說美國真正的壓上來的話 我想中國可能又回到毛澤東時代 向美國發出幾百次幾百次的抗議的時代 好那除了美中之間的關係在變化之外 另外一個是新平事實上也在中國內部的 國安相關的會議當中強調準備迎接驚濤海浪 那這裡頭包含了中國的內部政治跟經濟的壓力 事實上那個處境也在惡化 你怎麼解讀這樣的新聞資訊 我覺得首先的一切還是跟經濟很有關係的 那麼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非常巨大的 類似自由落體式的經濟的下滑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現在中國的李強團隊又拿不出一個恢復經濟的方法 那麼他只能是從製造國內的緊張空氣的方式 來把大家凝聚起來 再把大家的不滿吸收起來 這種做法其實和毛澤東一樣 所以我們觀察中國歷史 現在的中國的信息 因為中國對媒體的打壓 我們看不到什麼信息了 但是我們發現很多動作都跟毛澤東一樣 毛澤東其實當他中國內政出現很大的危機的時候 他就不停的強調來自蘇修的威脅嘛 當時在北京把所有的共產黨的幹部都驅逐到鄉下去了 就是說這個蘇聯可能要對北京進行核攻擊 其實現在看起來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 是他們自己嚇自己 同時他們自己凝聚國內的製造恐怖氣氛嘛 那麼最近習近平他在中國國內的 一連串的動作其實是很似當年毛澤東的 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動作很相似的 好那剛剛講到中國內部的經濟壓力 事實上還在惡化的同時 台灣事實上昨天晚上 蕭美琴代表台灣 簽署了第一階段的台美貿易倡議 這使得台灣事實上外界長期以來非常擔心 成為國際貿易區域決定的相關的 國際孤兒的同時 台美的這個貿易倡議 踏出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跟第一步 那你怎麼觀察 因為台灣距離總統大選事實上 還有八個月 可是台美經貿倡議當然也是國家路線 也是經貿戰略 但是同時也影響台灣內部的總統跟政治氛圍 對我覺得就是說現在等於說大的環境來說 就是說現在中美全面對立 中美全面對立為了打壓中國的氣焰 為了讓中國難受的時候 有一招就是對台灣好嘛 就是說敵人最不羨望看到的事情在做嘛 所以說現在全世界在支持台灣的大的方向 是往這個方向走 當然說台灣今後還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的 就是說比如說台灣今年7月份應該有一個CPTPP的會合 應該今年的夏天英國就能加入進來 那麼現在有人在討論是不是英國進來之後 下一個議題是討論台灣的問題 或者是台美的貿易這個倡議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呢都是在國際大環境之下推動出來的 那麼也就是說這種環境上我們看到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形成美中的代理戰爭 也就是說中國就是民進黨候選人定下來 另外兩個候選人我們還沒有看到中國把資源壓上任何一個嘛 他還在觀望這兩個候選人也是在觀望 所以說呢我覺得這個就可以看出來 台灣的其實內部的氛圍是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說親中沒有活路的 所以說被稱為可能親中的人現在拼命的在抹消自己跟中國的關聯嘛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中美的全面對立 其實對台灣的大選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的 很可能今年今後的大選的對抗的主軸 不是親中和親美而是變成另外別的主軸 好非常謝謝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石板明夫先生的連線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日事實上不僅僅是強化軍事合作 這一回合還強化先進技術 好視聰剛剛看到美日不只要軍事合作 還有國防先進科技國防工業的共同開發合作 沒錯在這個所謂抗中的這個大架構裡面來說 美日其實是裡面的核心的核心 所以你看到美國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不只是說要跟日本合作新的這個國防科技 你可以看到巴菲特都去大舉投資著日本 這裡面當然告訴你美國政府的這個態度 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連韓國都注意到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韓國在過去一段時間 曾經是因為美國要打壓日本的半導體而受惠的國家 所以韓國的半導體能夠在80年代崛起 跟當時美國要打壓日本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但是目前為止韓國的民族日報就說 現在因為韓國目前為止卡在中國跟美國之間 他要做選擇 但是反過來的 日本這一次是毫不客氣的 就站在美國這一邊 你看他目前為止來說 顯然收穫到非常大的這個利益 除了這個 除了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跟日本來說的話 已經在這一陣子已經簽訂要合作 開發下一代的美日的這個技術 那這個簽訂已經由這個日本的這個產業大臣 跟這個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都已經簽訂了 要研發最新的2奈米的這個製程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台積電也到這個日本熊本去投資了 那甚至這個日本的國家對於Rapidus 也獲得IBM的這個技術 那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美光也準備要到廣島去投資 所以可以看到說 日本這一次往美國靠過去來說的話 在半導體領域有非常大的這個收穫 那尤其是對日本來講 因為日本本來在這個下游的製造 它是比較弱 但是它在整個上游的包括說像設備 設備它是全世界的第二大 有35的試占率 第二個它的材料是目前世界第一大 有55的試占率 所以它等於是說 它把上游的這個技術都鞏固住了之後 再往下游的晶圓廠把它設計起來 那等於可以恢復到過去一段時間 日本半導體的這個熔景 所以這個對日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層 也就是因為它呢 在這個時候的卡進了跟美國站在一起的話 它就獲得了這樣的發展的空間 那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台灣在這一陣子 如果你只去看最近的全世界的股市 大概兩個地方表現最好 一個就是日本 另外就是台灣 那台灣為什麼好 因為台灣卡到AI跟NVIDIA一樣 那這個黃仁勳當然他這幾天在台灣是風風火火 那就講到說 人家美國記者就問他說 你來台灣的話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危險 那你把這個晶片都幾乎都壓在台灣生產 會不會很危險 他掛保證 他說晶片 他的晶片仰賴台灣生產 是十分安全的 他叫perfectly safe 所以他講了 當然我覺得他在台灣當然要講這樣的話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說因為台灣擁有所謂世界級的這個製程技術 巨大的產能 還有難以置信的敏捷度 那可以快速滿足的這個訂單 所以他認為目前為止 其實是沒辦法有轉移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會不會講這個話是因為他前幾天剛好 因為前幾天他其實被訪問的時候他有講到他在跟分析師說他有不排除會轉單 但是後來聽說他後來晚上去跟張中某董事長吃飯 那張淑芬有去親自煮菜 然後他出來說非常美味 那非常美味之後就改口說 沒有沒有沒有我現在還是全部下單給台積電 那是不是這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其實這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曾經媒體有報導就是說 因為NVIDIA認為說太多壓在台積電上面 他可能部分會試單到三星 那也不排除會有另外一家 當時市場有傳言說他有把這個晶片拿去給另外一家去試 那這個Intel有說我們接到某大廠的測試訂單 那測試訂單之後覺得說非常不錯 那當時市場就有說是NVIDIA 那這個是黃仁勳又這樣講 當然會讓市場認為就是NVIDIA 所以昨天的時候台積電曾經出現一度大跌的這個狀況 那今天因為黃仁勳說沒有啦沒有這種事情 我還是要全部投給台積電之後 台積電今天又漲了 所以你知道其實這個都是一個這個國際的這個這個產業的這個變化 那除了黃仁勳之外呢 我覺得我們還要另外注意 為什麼這個台灣一定是未來AI非常重要的這個軍 這個這個大廠商都要來 主要因為除了黃仁勳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大咖 就是蘇之鋒嘛 AMD AMD的這個蘇之鋒他也是台南小孩啊 而且他他上台之後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把AMD的單都丟給台積電 所以我認為說他再緊接下一段時間 因為AMD接下來也要大舉的研發所謂的這個AI晶片這一塊 那他也應該也會來台灣做這樣的這個鞏固這個訂單的一件事情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有比較有意思的就是說 這個中國的半導體目前的現況到底怎麼樣 我們講兩個事情 第一個因為中國的半導體他們都說我們要自己研發 但是現在中國的這個相關的媒體就自己出來講 我們不是只有缺光刻機啊 我們缺什麼EDA還有複合材料我們完全都缺啊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這是第一個 還有第二個其實我覺得非常尷尬的一件事 中國的五月初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IC製造商得寶 他就說我們研發一個處理器 爆心的這個處理器啊 這個是我們中國研發的第一款 結果我們研發之後呢一開始他拿的時候 人家就說你怎麼跟這個intel的產品長得很像 那他說沒有我們就是長得像而已 結果好他政治銷售之後 人家就是拿他的跑分來跑 就跑分來跑之後不好意思 你就被他揭穿 你跟intel的之前四年前的處理器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人家就發現到說 喔原來中國的晶片業啦 不是叫做IC製造業 他們叫什麼叫金屬打磨業 所以我只要把intel的這個資料 把他打磨之後換上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所以他其實呢 在美國日本都在加強半導體合作 又缺不靠台灣之外 其實這時候日中國的這個半導體 就顯得相當相當的尷尬 沒有人要幫助他的一個局面 好那明姐剛講到美國在科技上面 圍堵中國的同時喔 事實上美日非也正在進行三邊聯合軍演 對我們觀察這一個拜登政府喔 那在針對喔 如何要避免這一個美中喔 爆發所謂的衝突 或者是台海有事上面 其實一直是採取所謂雙管齊下 一方面這個外交上希望能夠對話 第二個當然是軍事上加大嚇阻的能力喔 那所以我們看到喔 那最近這中國的防長李尚福聚談喔 那再加上這一個共軍的殲16喔 在南海這個逼近美軍的R1335偵察機這個動作喔 那等於說對於這一個美國來講喔 沒有溝通管道的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喔 讓這一個衝突喔 突然在不明的時間引爆 那所以為什麼這一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會談到說 如果喔這樣的一個溝通管道沒有建立的情況之下喔 可能會讓雙方的這個情勢喔 極具失控喔 那當然因為中美喔 軍機過去不是沒有在南海插撞的這個潛力喔 所以現在如果一旦引爆這樣的狀況 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造成彼此的誤判 這個敵意螺旋迅速上升之後 就有可能引爆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那現在喔中國巨談等於說 把這個外交管道的溝通這個部分喔 那把它這一個阻礙下來之後 那反而會促使喔 美方喔更加大所謂的軍事上面的部署 所以近期為什麼看到喔 接續在第一島鏈喔 那從今天開始這個美日飛三國喔 聯合的海上的巡役的演習也即將開始 那這個部分喔 相較於四月是肩並肩喔 就美軍的跟菲律賓的陸戰隊 或者海軍這些軍種喔 軍事的演練來講 這一次是屬於非軍事的海巡演練喔 也就是聯合的海上巡役 那是首次由這個三國都派遣這個海巡艇 那在南海進行相關的演練喔 那操作所謂的這個相互的這個共通性 那還有包含像喔 最近還有美軍一個動作喔 美日之間的軍事合作也在強化就是喔 十四年來首度從這個美軍陸戰隊的 佐世堡軍港喔 派遣了這個復仇級的掃雷艦喔 到這個日本新南駐島的十元港喔 那十元港其實基本上 離台灣只有三百公里支援喔 那這一次派了這復仇級的掃雷艦喔 基本上他雖然不是像這伯克級神蹲艦 這種大噸位的驅逐艦喔 他屬於這一個大概一千三百噸喔 這樣的吃水大概只有三點五公尺喔 這種輕型的艦艇 不過他出現在十元島喔 當然背後有重要的一個軍事意涵 第一個喔 十四年前其實那時候 這個美國也曾經派遣掃雷艦到這個地方 不過當時是以美日友好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的發展 那來停靠 這一次喔會進入到十元島 特別是十元島 今年三月日本才進駐部署 包含像腰兩次的反艦飛彈也好 零三四的防空飛彈 近期甚至加上了這愛國者三型的防空飛彈 全部部署在這裡 那現在嚴重掃雷艦都到這個地方 一方面當然也在測試說 如果美軍艦艇在使用日本這些 西南諸島的港口上面 行政上有沒有阻礙喔 第二個就是說 用先用輕型艦艇去測試這港口的狀況 因為日本也打算在西南諸島 石雲島 宮古島 雲納國島 都要擴增這一個港口 因為像這個神盾艦的話 基本上伯克級在吃水要到九公尺喔 那是不是足夠 可能都在這個計畫之中 還有包含像機場跑道都要擴建 這些都是都這個 針對這個共軍有可能 從台灣的東面這個地方喔 來對台灣進行所謂的包圍 所以喔這個掃雷艦出現在這裡 離台灣只有三百公里之遠 我們要觀察它後續的一個航路喔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跟日本接下 會在台灣東面 進行所謂的掃雷演習 而這非常重要 因為共軍如果企圖要對台灣 進行所謂包圍跟封鎖 那掃雷艦基本上 可以透過這些掃雷的動作喔 那開闢航道喔 那等於說 反封鎖的這個作戰非常的重要 那台灣我們自己海軍 當然也有多少的掃雷艦艇喔 未來有沒有可能喔 雙方彼此也在海上聯合的操演喔 這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因為這個部分就可以突破 這個中共企圖用封鎖的這個策略 對台進行包圍 那除了喔 美日之間的這演練 日本自己本身喔 他的這一個海保近期 六月也要跟他的這一個 海上自衛隊進行聯合的這個操演喔 過去來講海保是本來 因為這海上的救援喔 或者是海事的作為 那現在喔 如果這一個遭遇到 這所謂武力攻擊事態 就是日本的自衛隊 遭到攻擊的情況之下 海保也會納入日本防衛項 來統一指揮 那六月雙方也要進行聯合的軍演喔 那當然還包含西南諸島 這些所謂喔 如果遭到攻擊的時候 這些緊急避難 甚至海上的救援 那除了喔 這一個一路第一島鏈 從美日飛喔 甚至其實台灣也在裡頭喔 那現在更進一步喔 完全要拓展到 所謂的印度喔 就印太的整個戰略 那這一個先前我們看到 今年以來 日本台灣南韓 菲律賓的領導人 都紛紛訪問華府 接下來六月二十二號 印度的總理莫迪 也受邀到華府訪問 而且會跟拜登來會面 而現在這一個相關訊息顯示說喔 華府可能會在這一次喔 這個美印之間高峰會的時候 然後那同意釋出喔 這個美國空軍 很重要的關鍵基礎的技術 就是說這一個 G1 F-41 是發動機技術提供給印度 去這個 當他打造第二代的這個光輝戰機喔 那未來可能預計有350架 那我們知道發動機的技術 其實是非常的機密喔 那很多國家想要 基本上 就跟這一個核攻擊潛艦的技術喔 美國不輕易釋出 那今天釋出給澳洲當然是對他表示 是非常的這一個友好 甚至有軍民是同盟的這樣的味道 那未來這一個本來是裝在F-18奧 大黃鋒上面的F-41 四戰機喔 其他推力算是滿強的這樣的發動機喔 如果提供給印度 等於一方面可以喔 抵消掉印度過去長期仰賴 俄羅斯軍購喔 這一個來源 那過去當然這樣的策略是針對俄羅斯 現在看起來是針對喔 未來可能也要聯手印度來從 這個後方來包圍中國 讓這個中國未來在戰略上 也是背負受敵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馬斯克旋風的訪問中國 那這裡頭呢 很大的這一個核心的焦點跟利益 中國當然希望藉由馬斯克來發展 零零種種的電通車相關的產業 同時呢 這一個強化對於外資的吸收 而馬斯克呢 到目前為止 仍然依賴中國市場 好 月中剛剛 博文博專題分析了 中國這幾天拉攏 馬斯克緊接著準備要拉攏的是 AI的黃仁勳 是 我們先看到馬斯克的部分 馬斯克這一次到中國去三天的訪問 雖然看到了部長級的人 甚至最後看到了國務院副部長的丁薛祥 可是他真正想見的人是誰 是李強 他並沒有見到 因為呢 其實在三月份李強剛上任的時候 開了一個中國高層會的論壇 就號稱呢 全世界有100家公司的高層主管 甚至包含的庫克包含的李在龍 甚至賓士BMW的總裁 通通都去了喔 結果馬斯克沒去 你站在李強的想法 你今天特斯拉這麼依賴我 我今天上任的第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 你居然沒有到 你不管你站在我是李強 我會覺得你再有天大的事情 你沒有到你就不應該 好 那所以後來就傳出來 馬斯克就動用公關公司 運作想要到中國去訪問要見李強 可是顯然的他碰到軟釘子 最多只見到副部長 這不是只有我這麼說 你對應到他上一次去中國的時候 2019年他是有見到李克強 可是這一次媒體都說他最想見李強 可是李強不願意見他 那其中的奧妙 大家就自己去想像了 那不過呢他到了中國去呢 可是當地的民眾 真的就真的很歡迎他了 政府怎麼想我們不知道 民眾呢哇真的是真的是 哎呀你是世界的先驅啊 全球的偶像啊 甚至叫他乾脆出來選美國總統 好甚至有人說 哎呀中國如果有像馬斯克 這樣的人就好了 我不禁要問 那請馬斯克跟習近平對調好不好 看你要不要嘛 好那你就自己想了 好那再來就是呢 馬斯克的動作以外呢 哎馬斯克的媽媽 我們知道馬斯克媽媽 以前也是個很紅很紅的人喔 結果你看到居然他到了坎城影展 跟誰見面 嗯 跟范冰冰 哎在此之前我們完全沒有辦法 把這兩個人聯想在一起 可是兩個人非常的熱弱喔 不只這個一起拍照之外呢 還一起喝下午茶 甚至兩個一起到一台車子裡面 用自己的手機自拍 嗯 那中國網友這時候又開始講了 哎呀要不要兩個人乾脆在一起 他當然是指的是馬斯克跟范冰冰 因為范冰冰未婚嘛 那馬斯克呢 結過三次婚 現在也是單身狀態嘛 乾脆就在一起 好了 甚至有人覺得說 范冰冰是不是准媳婦了喔 那當然實際上呢 背後怎麼事情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也有人覺得這件事情喔 就中國很有名的這個政壇的這個博主 在政論的這個博主 這個方舟子就出來酸喔 你看喔 看這個馬斯克到中國的時候講話 哇 就一直在吹捧中國說 中國怎麼樣怎麼樣啊 都講得非常好了 到中國就是一個標準的官孩子 然後滿腔的就是中國腔調 所以呢 中國當然歡迎他嘛 可是實際上你到底是怎麼樣呢 你自己心裡清楚喔 講的其實是蠻酸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裡面呢 摩根大通的這個CEO Diamond 他結束了中國的訪問之後 他要到哪裡去 要來台灣喔 而且是今天就會到了喔 那事實上最近有兩個Diamond來台灣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摩根大通的執行長 他要來做什麼事情 並沒有一個公開行程 只說是來看一下 摩根大通在台灣的員工 那另外一個Diamond是誰呢 是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受邀來台灣 這兩天在台灣做公開演講 好 所以大家還是比較關心 這個Diamond 他到底來台灣之後呢 會見哪些人喔 那我們再看到蘋果的動作 我們知道蘋果這幾年 在中國真的是 受到很大的挫折喔 那整個在營收上面 表現也不如預期 但是呢 他現在傳出來說 在2027年以前 他要從政旗鼓 全世界要有53個新的門市 或是把原本的門市呢 做一個擴充 特別去注意到的是 其中有21個是在亞太地區 那顯然你看到53個裡面的21個就是4成喔 顯然你非常重視亞太地區 可是亞太地區的哪裡 蘋果並沒有說 我們現在只知道 在印度已經開了兩個門市了嘛 那其他會到哪裡去 我們就等著看這個蘋果的宣布喔 那在另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中國的情況 原本市場上都覺得說 哎呀中國這個解封之後 經濟會開始大反彈啊 可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子 尤其是股市是最明顯的指標嘛 我們看到這一波好 全世界從歐股也好 美股也好 再到台灣也好 股市都創了破斷新高 甚至你看到德國法國 還創的歷史新高 可是你看到陸股 港股確實很慘喔 他們在一月份 剛傳出來說要解封的時候呢 確實有一個高點 可是從此一路往下掉 所以就以目前來說 整個港股的部分 今年恒生指數已經跌了將近10% 那恒生科技更重要的指標 也跌超過11% 那指標的公司跌最慘的就是 哔哩哔哩 跌了37%多 那美團也跌了31%多 那兩大巨頭 阿里巴巴跌了7% 騰訊是小漲了1% 那都在告訴你 中國的問題確實很大嘛 那其中一個還是欠錢的問題 那過去我們也講過很多中國欠債的事情 所以最新的新聞 中國政府準備要到香港去發300億人民幣的公債 300億對比中國今年以來的整體發債 光第一季已經發了兩兆多 300億並不算大的數字 可是重點是你為什麼要在香港發人民幣債 所以呢媒體說可能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當然就是沒錢要找外資借錢嘛 所以你才會到香港去發嘛 那第二個呢你有可能是 是不是想要回收境外的人民幣 那這都有可能性了 那所以後續我們再來觀察這件事情 那更糟糕的是 中國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居然我們很難想像中國居然要通縮了 你想要通縮是不是就想到日本 過去日本為什麼三十幾年經濟沒有辦法翻身 最大關鍵就是通縮 所以你看這不是維言聳聽 以四月份中國的CPI只剩成長0.1 全世界是即便大家屁屁生息 通膨都還是偏高的 中國居然只有0.1的CPI年增率 如果你在看到CPI的這個領先指標 叫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更是從去年十月就負成長了 這在經濟上的意義就是 這其實就是經濟要下滑的一個先行指標 所以非常有名 洛克斐勒資本管理公司的這個總裁 下馬他以前也是摩根大通的策略長 他就說中國經濟現在根本就是重耕爛期 一堆華爾街的人都太高估中國經濟成長 這些事情 他就舉實際的數字說 中國政府自己說 我就要5%的GDP年增率 那如果以這個數字為基礎的話 那下馬去估算 那企業的營收就應該要成長8% 才達得到 結果實際上第一季出來 中國企業只成長1.5% 那顯然背後的問題就很大了 比2019年疫情之前 整整成長19%很好對不對 可是實際支出只增加0.7% 如果你把這四年的通膨算進去 告訴你根本支出都衰退了 所以支撥燒好為什麼會好 因為很瘦 很瘦 那不就在告訴你 大家都在窮游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之間事實上 處在一個準戰爭的狀態 而習近平在國安會議上面定調 驚濤駭浪 好捧向大家剛看到的是 印度媒體每天追蹤 美中之間的關係跟變化 特別是台海的軍事緊繃 雙方是寸步不落 而在美國內部 另外一個壓力是 零零種種的反中 是的 戰爭的地義不斷地在改變 那麼現在的所謂的戰爭 已經不是說要看到刀光劍影 才叫戰爭了 但是不論什麼樣型態的戰爭 最基本的就是 之前會有很多先制作為 就是所謂很多的間諜行動 包括說使用這個空中的間諜飛機 或者說間諜衛星 或者說間諜無人機 或者說是真正的間諜 不過呢 最近美國就發現說 很多中國的遊客 雖然說烤鴿吃了很多了 但是呢 往往它的變位能力很差 經常走錯路 而走錯路的地方都在哪裡 都在美國很敏感的一些軍事基地 美國的軍事基地非常的大 有的軍事基地 甚至於比台灣的一半還大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說走錯路 美國的很多道路 標示的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再說 你還有GPS定位 怎麼可能會走錯呢 但是在美國的法律系統 你不能指控說 他就是有什麼陰謀 因為你要負舉證的責任 而被指控的人 他沒有自證其罪的責任 所以這個很多中國的間諜 就抽這樣的控制 說我走錯路了 你不然要怎麼辦 但是呢 美國也發現說 有這一次在阿拉斯加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美軍基地 叫做這個韋恩萊特堡 韋恩萊特堡 在阿拉斯加距離 俄羅斯的勘察加半島 非常的近 那是美國的最前線 由於地球的幅度的關係 所有進入美國的最近的距離 不是從這個上海直接到這個 洛杉磯這樣的 都是要經過北極的航道才更近 所以這個韋道第一個經過的就是阿拉斯加 所以美國在阿拉斯加有非常多的 很機密的軍事基地在那裡 那這些軍事基地 又被中國的遊客誤闖進去了 那麼這一次美國還發現說 它還帶有了無人機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代表說中國也一直在做 跟美國這個軍事衝突的準備 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都是在IG臉書 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我們的IG帳號 YT帳號每天都會上架 兩支短影片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收看 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